大家好,我是一样 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动作 放松肝脏 它是道家养生常用的一种养肝方式 随朝太医朝冤方 在诸病猿猴论中也有记载 这就是道家养生四宝之一的握固 动作非常简单 是道家养生中常用的一种手印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个动作的正确做法 首先把我们的手掌打开 大拇指指尖 放在无名指的根部 这个地方是肝混关窍之所在 将右手的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根部 然后区区其余四指 稍稍用力 将大拇指握牢 在开始的时候 力气不用太大 在自己舒适范围内就可以 同样的 左手也是大拇指 放在无名指的根部 将其余四指弯曲 握住大拇指 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感觉握得不够紧 可以慢慢地增加握力 如果筋骨僵硬 手指用不上力 这就是阳气不足的表现 在冬天的时候 衣服穿少了 会觉得冷缩缩的 容易起肌皮疙瘩 立马用握固的方法 可以抵抗寒冷 防止外血入侵 睡眠质量的好坏 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和精神状态 握固可以通过按摩手部的穴位 来刺激身体的神经系统 调解身体的生物中 调而改善睡眠质量 同时握固还可以缓解精神压力 使人们更容易入睡 血循环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 它可以将氧分和氧气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 同时也可以将代谢产物和废物排出体外 握固可以通过按摩手部的穴位 来刺激身体的血液循环 促进血液的流动 终于认为肝主握 握固有安魂定神 收射精气 抑肝的作用 在很多的传统动作中 比如一筋筋 八段紧 十二段紧 都有握固的动作 肝主握力 如果我们的手很灵活 握力特别大的话 说明肝的功能很好 握固的方法非常简单 在平时走路的时候 看电视 并没有咬神 都可以做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羊 咱们下期见